台中市持续开拓国际农产品的通路 日前这马来西亚就下定了大约20公顿的茂骨干 成为了今年首批外销东南亚地区的台中水果 市长卢秀燕也表示 现在不吃茂骨干就跟不上流行 而未来会锁定价钱比较好的日本市场 让更多外国民众品尝到台中优质的农产品 满满的台中茂骨干准备风贵外销 要让这酸甜好滋味迈向国际 同时持续开拓国际农产品的通路 日前将约20公顿的台中茂骨干外销马来西亚 成为今年首批外销东南亚地区的台中水果 从这个我上任到现在为止 那我们强力的行销台中的这个水果 那这段时间刚好是茂骨干的一个盛技 那大家从这段时间台中市政府不断的翘落打鼓 全国的民众终于知道什么叫茂骨干 因为柑橘类很多 大家好要一直没有特别注意茂骨干 卢市长表示 上来来就强力行销台中水果 这段时间敲锣打鼓 慢慢的让茂骨干的民生打响 后雪将在出口35公顿茂骨干 销往新加坡 强调现在不吃茂骨干就跟不上流行 大家现在对茂骨干耳熟能详 不吃茂骨干就不流行 就漏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吃茂骨干 那这段时间从开年以来 过年前我们就外销到新加坡去 香港马来西亚印尼等等日本 那未来我特别会去重视日本的市场 卢秀也说明会继续加强农产品的外销 未来会锁定价格较好的日本市场 要让台中茂骨干的酸甜吼滋味 征服外国民众的味蕾 谢谢杨中环台中长报导